早期是用水的壓力去壓的方式 那因為還是很多不方便性 所以會來改良進階的 是用氣囊的方式 那後來因為體積過大 然後噪音大 所以有時候常常會造成一些 視序的變成不適 那所以我們HECP就改良 輕薄短小 空間可以狭小很多 那重點就是那個H 這有經過專利 就等於說 它能夠用一個螺旋的方式 使那個壓力能夠更琢磨在 我們腳部的血管 能夠更精準 所以會比過去傳統的ECP 達到更好的效果 達到更好的反駁的一個成效 讓我們回到更好的方式 在更好的方式 使用水平的方式 按摩